男子带老宅里的古书去建宝 千年后价值达到460万却卖不出去 这是文物私人无权助理 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宝物呢 家中老宅中的宝物为何没有保管权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古董收藏界有这样一句话 秦童汉玉 唐金送书 有钱就可以买到古词古玉 但是想要得到一本宋代的书籍 那只能是可遇不可求了 可一位男子自家的老宅里 却突然出现了宝物 别人求之不得的东西 他却不费吹灰之力 就得到了价值百万的宋代古书 可自家老宅里的宝物 却被专家告知无权处理 这又是为何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在福建省福清县 就有许多古色古乡的老建筑 初到福清啊 便会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当地不仅风景一人 而且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虽然这些名居比较破旧 但有些人呢 却对这种古建筑颇有好感 今天的主人公张先生 就是古建筑的爱好者 张先生家里是做生意的 迫于工作需要 会经常到外地出差 早在这次出差前 就听闻当地的古建筑 非常的出名 这天正好 工作提前结束 于是就赶在天黑前 来到了福清县 看到这些古建筑 张先生仿佛看到了宝贝似的 从卖家口中了解到 这处老屋始建于明代 如今虽是残破不堪 但却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 后来又得知这些古建筑对外出售 张先生便毫不犹豫地 买下了其中一处 看到四处漏封的房子 他决定对老屋进行修缮 在老柴翻修的过程中 张先生又有了意外的发现 拆卸房梁的时候 就感觉不太对劲 上面的一处凹槽里 好像塞了什么东西 住过老宅的人都知道 设计这种凹槽 就是专门用来藏家里 贵重物品的地方 出于好奇 张先生便亲自取出来查看 翻出来一看 近11册被卷成圆筒的旧书 起初张先生还以为是本家谱 因为这个老宅算起来 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而且我国自古以来 都十分讲究家族关系 所以出现这种家谱类的书籍 也不足为奇 然而当张先生打开这本书 仔细翻阅的时候 才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 这册旧书里 除了有许多古文字 还有不少破为压韵的古诗词 虽然张先生 对这种古董见识了解甚少 但是平时对一些 书画收藏十分感兴趣 能被老宅主人精心 珍藏下来的书籍 必然是珍贵的物品 在文玩界还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书画文玩书为首 由此可见 古书的收藏价值之高 想到这里 张先生心里顿时兴奋了起来 除此之外 这本书保存的也非常的好 如果是明代的书籍 能完好无损的留存至今呢 那简直太难得了 此时 张先生还产生了一夜暴富的念头 毕竟自己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亦是无法忘下定论 于是便起来几位董行的朋友 来家中帮忙参考 朋友仔细翻阅着手里的这本旧书 许久之乎 你捡到宝贝了 这可是个好东西啊 此书是《南越旧考》 是宋代刘克庄的亲笔诗词 说起刘克庄啊 大家可能对他的名字有些陌生 论名气 他的确没有李白杜普像的诗人有名 但是刘克庄在宋代名人儒史中 也占据着一席之地 不仅在诗词古史上有一番作为 而且还精通四书六经 但是这本书之所以如此珍贵 重点不只因为出于刘克庄创作 而是在于他的装定之处 与古代常见的装定不同的是 这本书上印有文字的那一面 是朝里面对折的 以中缝为标准 将所有验马对袭后再粘贴到另一面纸上 最后裁剪成书的 这种特殊的方式 使书翻动起来后 犹如蝴蝶飞舞 因此被称为蝴蝶庄 张先生这本书光是这一点 就能再买几套这种古宅了 听到这里 张先生心里开心极了 但是朋友接下来一番话 却吓得他腿都软了 因为朋友再次进行仔细研究时 又有了一项重大发现 连拍大腿教导 这竟然是宋版的古书 说到这里 可能有很多人感到不紧 在古代不光人被分成不同的等分 就连书籍也是被分为369等 宋版书并非是用手书写出来的 它的特殊之处 是在于它出现的时期 它是刁板印刷术繁荣时期 最典型的书籍 也是至今为止 我会发现最早的刁板书 这一发现又在无心中 为这本书增添了价值 张先生的请卫朋友 一直认为这本书意义重大 纷纷建议他再拿去 给相关专家鉴定 于是邀请文物局的专业人员 前来鉴定 经过专家们的一番研究 鉴定结果 更是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原来这本南粤旧稿是孤本 这本书从初始至今 还未见后世友人翻课 甚至当时连朝廷都未进行收录和摘抄 这次发现也是第一次现实 关于颂版书 古代还有种说法 一页颂纸一页两斤 若是以古代铜钱为几两单位 一千铜钱等于一贯 哪怕一本书只有十几页 那放在古代也是价值不菲的 何况只放到现在 这本书的价值可想而知 专家们意识到它的珍贵之后 便纷纷想要出手购买 甚至博物馆还派人 来与张先生进行商讨 出价120万购买此书 但是这个价格 还是与张先生预期的150万有所差距 最终张先生晚年拒绝了 博物馆的收购 后来有一位收藏家出价200万 张先生觉得这个价格 已经超出预期了 于是便将这本书 转卖给了这位收藏家 可张先生还是低估了 这本书的价值 这位收藏家又将 《南月就搞》这本书 带到了拍卖会上 拍卖会开始之前 这本书的热度就非常的高 拍卖会当天 来进买的人更是逐不胜数 经过一轮激烈的竞价之后 《南月就搞》这本书的价值 再次被刷新 最后的交易价格 达到了460万 此时的张先生听到这个结果 一定对当时自己的选择 后悔不已 可张先生的运气 已经非常不错 妥妥地捡漏王 原以为的这件事情 就此结束了 可一边白嫖到前的张先生 就又谈上事了 博物馆听闻 《南月就搞》 被拍出了460万的 听闻数字之后 却将此书列出了文物依赖 还根据有关的法律规定 私人无权处理 或者是收藏这本书 甚至还将张先生 告上了法庭 看到这里 有些人对这种行为 表示疑惑和不满 这本书原本就是张先生 在自己家的房梁上发现 所以个人财战礼仪 是有权进行管理的 这种说法 太自合情合理 但是关于这座老宅 还有个细节 虽然这本书是张先生发现的 但是古宅是后来 才被买下来的 张先生并非是古宅的原主 但是时隔多年 老宅早已多次议止 他的真正主人 也无从查证 但这并不意味着 就能够因此归属于 张先生的个人财成 后来这件事情 也在社会上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关于后人购买房屋后 有没有权利购买 南越旧稿这本古书 这本古书的归属权 究竟在谁 排卖后的460万元 又该如何处理和分配 这些都是要经过多次商量 才能够达到最终的结果 对此 你怎么看呢 如果这本书是你发现的 你又会怎么处理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